你,可我和绿长是无辜的,你诬陷我和绿长是西楚西楚,叛国罪,会连累我和绿长的家人,你凭什么?难道就因为你有权有势,就可以这么作陷我们吗? 无辜?你们无辜,那我和我妹妹就不无辜吗?你们不过是来害我和我妹妹的无耻之徒,不过是因为我比你们这群无耻之徒要聪明强大了那么一点,将局面翻转过来。 你们想置我和我妹妹于死地,还觉得是我作践了你们,真是可笑。 红颖,绿长,我并没有因为你们是男妻就觉得你们低贱,这世上多的是撇着一张人皮,却干尽了卧龙事儿的脏东西,还轮不到你们两个被迫入封城的可怜虫。 但我也不是什么不爱苍生的菩萨,你们要害我,还想让我客客气气地放过你,这不可能。 做个交易吧,供出指使你们做这件事的幕后主使,我可以考虑帮你们的家人求情,保住他们的命,但你们还是要死的。 你们装的毒已经深入五增六府,半个时辰之内,必定会暴体而亡。 我奉劝你们还是接受我的交易吧,因为如果你们的计划真的成功,你们家人才是真正保住。 难道你们不知道,汝摄政王妃与汝国者同罪吗? 而汝国,邓鹏谋逆,诸九族。 那个女人答应过我们,只要我们咬死了是你主痛,要我们共欢,皇后会保护我们的家人的,还会为我们家人一大笔钱财,让他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 若不是为了一家老小能活下去,我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儿,怎么会宽衣解怠,甘愿被人见他,做着连狗都不如的男鸡。 一个贱农说的话你们也信,至于皇后,知道刚刚过去的春日宴,皇后母族死了两个人吗? 我夫君看的,就在这时,忽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。 姝儿,你没事吧? 怀姐,别担心我很好,一点都没吃亏,吃亏的是他们,三个西楚细作,我给他们喂了七日断肠, 等会你回去审,应该能挖出不少西楚的情报来,剩下这两个云上阁的难记,也被我几针扎得动不了了。 怀姐,你不是和皇帝一起去见空大使了吗?怎么会来? 谢观看